基隆市八路子漁港外 海面上出現了不少被丟棄的小白帶魚 漁會總幹事研判 這可能是跟中國禁止進口 臺灣白帶魚後 導致魚架暴跌有關 海面上只見銀白色的物體 隨著海浪往港外飄去 仔細看近是一尾尾被丟棄的小白帶魚 消息一出引發熱議是什麼原因 讓漁民往海裡丟棄小白帶魚 有漁民說白帶魚在捕撈起來後 可能因為來不及保鮮 再加上魚的品項不佳等原因 選擇將白帶魚丟棄 去年八月中國以食品外包裝 驗出新冠病毒為由暫停 臺灣冰鮮白帶魚輸入 導致銷量暴跌直到今年三月 對岸雖然宣布解禁 但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具體行動 漁會推論可能是因為銷路受到局限 不估成本還出此下策 只是一般偶發的事件或是誰做的 應該對整個釣白帶魚來講 現在這一隻釣的白帶魚價格還在70多塊以上 應該還算平穩 漁會表示目前被丟棄的白帶魚數量不明 也無法釐清丟棄的原因 會視為偶發事件 而今年白帶魚的價格還算平穩 但還是呼籲政府積極協助將魚貨外銷到日本 韓國為漁民創造更多商機 記者蔡氏就報道